起碼第一艘的岩形劍 你總是要讓它安全檢測過以後 都沒有問題了 如果隨著我們整個金貝的能量 如何面對嚇阻 我們總是要讓對方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我常說 我們不能把美國隊員的善意 寄託在我們的安全之上 台灣還是要靠自己 不要靠白人 我們對大陸對我們的一些想法 我們不要存著不切實際的想法 對不對 大陸這樣說 我們也是不要太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我們也是要做好準備 所以潛艦國造 依在目前的方向 我還是會繼續走 但是先把第一個岩形劍 先好